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阿利福 這是台灣導演王玉玲繼父後七日 《龍飛鳳舞》之後的第三部電影 由吳炯恩、趙毅蘭、吳蓬鳳、陳竹生 鄭仁碩、王恩奇、胡德夫主演 這部電影有這麼多個主要角色 大致可以分為三條故事線 吳炯恩飾演的阿利福 是一個正在存錢打算要去做變性手術的男生 他的室友是一位秦聖級的帥踢 阿利福這個名字是排灣族中的某一位王子 所以他的爸爸也就是族中的頭目 正準備把頭目的位置傳給他 他知道他的爸爸不會願意接受他去做這個變性手術 但他仍然想要先把變性手術做了再說 另外一段則是陳竹生所飾演的Shirley 他是一個已經做完變性手術的酒店老闆 和吳蓬鳳所飾演的老吳 則有一段相當長久的情誼 最後一段則是瞞著另外一半 去做扮裝皇后的公務員 這是一個跟性別議題有關係的電影 每一段的故事都用性別的顛覆來吸引我們的注意 老公不像老公 老婆不像老婆 男不男女不女 Gay也不Gay拉也不拉 每一段感情 每一段故事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 像是鄭仁碩所飾演的鄭哲 或許是因為他是幾個主角當中最可以被認同的那一個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他的內心故事 我們只看到他的行為 劇本留了相當多的想像空間給我們去投射 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底說不出口的是什麼 他到底覺得是他自己不正常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他的人不正常呢 我特別喜歡胡德夫所飾演的阿立福的爸爸 和一位Kelly的對手戲 而這個Kelly就是在頭目的家附近一位 也是喜歡打扮成女性的男生 有點像是在講說 這些人其實都在我們生活的四周 只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只有兩個性別這麼簡單 然後這個Kelly 你雖然看到他打扮得像是一個普通的大媽 但是他是這部電影表現得最自在 活得最開心、最美的一個角色 以本片入圍金馬獎 最佳男配角的陳竹生 真的演得不錯 他沒有過多演反串時候的那些裝模作樣的表演 不時還有一些小動作會散發出一些 熟女特別有的妩媚的風情 這是一般這種角色比較不會看到的 但演得更好的是吳蓬鳳 他的角色雖然沒有挑戰的那麼大 不過他把這個中年大人哥 面對這一個特別的紅粉知己 詮釋得很好 他在床上抱著陳竹生的那一個畫面 很意外的很美 可以說是整部電影中最幸福的一個鏡頭了 另外一位大人哥則是 小巴趙藝蘭所飾演的李佩貞 無為不至的照顧這一個不成熟的阿利夫 我想看完這部片想要嫁給他的人 應該不知道排到哪裡去 又帥又暖又會看韓劇 還可以幫你生孩子 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都會害你 這部電影的一大賣點是鄭人說的絆妝 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勉強的感覺 尤其是本片中還有另外一位專業的絆妝皇后 不過在設定上他本來就是來代辦的 也好像也還說的過去 王安琪飾演他的女朋友 這個姊女的角色在片中有一點刻板 不過我很喜歡他每一個凝視對手的眼神 還有回去找鄭澤的那場戲也演得相當精彩 主角阿利夫他很自然很成功地被呈現出來 但我的想法是這個角色竟然是整部片的核心 好像沒有看到太多這個角色的意志 我們清楚他的目標 不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去了解 他想要完成這個目標的力量有多強 只是一直看到他對劇中發生的事情在鬧脾氣 觀眾可能沒有辦法比較認同這個角色 對我來說這是除了劇情有點凌亂之外 最大的致命傷 戲的節奏很快一直會有事情發生 你不會感到無聊 不過角色的感情面怎麼好像一直被打斷的感覺 我對這齣戲的室內景有感到很嚴重的狹窄感 這一點讓我不太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設計 因為跟幾個外景畫面的開闊感有相當明顯的差別 阿利福不是一部大成本的國片 你會在有些地方明顯的感受到 像是沒有準備好就上鏡頭的靈眼門 但如果你對這樣子的議題有興趣 這部電影會讓你喜歡的 這還是一部需要我們去支持推薦的電影 阿利福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